感谢主 虽然天气很湿冷 但是刚刚松年团契的 现实的歌词里面有讲说 耶稣是公义的太阳 所以愿上帝的话 像太阳一样照暖 我们这个室内 让我们的心可以感觉到暖暖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圣灵求你来 求你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者 保护者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可以从 这艰难的话语当中 更多的认识你 更多的认识福音真道理 更多的认识 我们在生命当中 这一条漫漫岁月当中 我们所当行的道路 愿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 带领我们每一个人 将以差的时间继续交托 求主带领 将祷告 释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 在分享之前先给大家看三张图 可能有些图比较小 看不是很清楚 第一张呢 是前阵子又在电影院上映 应该是有修复画质之类 就是重新又来到大萤幕的 天空之城 宫崎骏的作品 可能有些人知道 第二个呢 是之前做直升机 然后坠机 逝世的Coby Bryant NPA球星 他之前的某一代的球鞋 然后又再次的推出 就是Coby版的球鞋 第三个是某品牌呢 就是当年 19多多年的时候 爱因斯坦 曾经穿过他的夹克 那他就用他的脸 做了这个外盒包装 再次的推出 就说这个是当年那个大科学家 爱因斯坦 穿过的这个夹克 这三个 不管是电影 球鞋 或是外套 好看的外套 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都是复刻版 复刻版的产品 复刻本来是从书本 就是我一本书 如果本来就是 卖卖卖 然后就绝版了 没有了 那到有一天 我决定又再把它推出的时候 我复刻这本书 那后来呢 进军到 就把这个概念 用在不同的领域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 电影也好 玩具 球鞋 就是这些 这些产品系列 这些艺术等等的产业 也开始用复刻这个概念来说 我把原本 没有的这一个商品 就已经断货 绝版的商品 我再次的推出 那我前阵子看到屏东 他推出一个复刻试集 这个复刻试集 就是复刻 应该是稍微我童年的回忆 或者是 比较是一些长辈的童年回忆 就是会抽那个签 然后打弹珠 然后就是有一些 很可爱的童腕 小吃 这样子复古风的 一个怀旧记忆 那他也用复刻 所以其实现在复刻 好像转化了另外一种意思 从原本书籍 这一些商品的再版 再出版 变成有一种 我们回味 所以有的人会说 我复刻回忆 就是我今天做一件 很复古的事情 复刻 真的是 应该是这几年 就是我觉得越来越常听到的一个词 那我自己就在想 信仰 或是说圣经 圣经也是一个复刻 怎么说呢 我今年是准备第三十年的过圣诞节 我从小在教会长大 所以对我来说 我已经第三十次的 好像在复刻 回味同样的耶稣降生故事 同样的驢子 同样的博士们 同样的牧羊人 同样的天使 同样的一位小小耶稣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故事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一再复刻 只是你是一个人读 还是你跟不同人读 还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 我们一起复刻同一段经文 我们等一下继续讲约翰 上礼拜也讲约翰 可能去年 大前年 每次到代降节 我们也在讲约翰 休职预备主的道路 但是这个复刻当中 透过上帝赐给我们的创意巧思 每一年的复刻 或甚至你自己每一次在读 总是会有一些新东西跑出来 我们的复刻其实是有趣的旅程 那在节期 我们在教会当中最大两个节期 有人知道是哪两个吗 哎呦 真快 松年团契 猛猛的 太棒了 最大两个节期 可以说是复活节跟圣诞节 串起一整年一个 就两大节日这样 那透过节期的复刻 哇 每年 圣哥对就是唱两本大谱 每年这样子唱 每年这样子的 做礼拜 寿难周 待降节 点蜡烛 圣诞节 透过节期的复刻 我们也一再地去经历 这些节期 对我们每个人 或对教会来说 或对社会上的人来说 到底有什么样存在的意义 所以我相信信仰是一趟复刻之旅 所以等一下讲约翰 大家还是要有耐心一点 虽然已经上礼拜听过了 或你已经听过好多次了 或你已经听过N次了 但我盼望约翰 透过他努力传到 尽忠至到死的这一个过程 他的生命故事 可以再次 我们再次复刻 我们也再次地从中有所学习 今天就是谈约翰 我就想连接上礼拜 课案牧师的分享 在上礼拜课案牧师的分享当中 有提到他三点 为什么这个约翰这么特别 第一点 他做工 或者就是他讲 传讲上帝的话 或者是传说 传道 或者是传悔改的道 这个时间没有到很长 短短的时间 并且他的见证非常的独特 我们可以发现 他常常的在 就是主要就是在讲 悔改 悔改 你们要悔改 然后就是要来接受一个悔改的洗礼 所以他在旷野 在河边 见证非常的独特 另外所做 所做的 不管讲什么 说什么 做什么 都是为了预备主的道路 所以他的 可以说他的目标导向非常明确 我虽然做工的时间不长 但是我一直专心自制的做 就这么一件事 预备主的道路 那我就回 我就继续的想看 哇 约翰这是他成年后做的事 我想看看他小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往前推 我们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可以跟我一起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前两章而已 不远 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讲到 他是在这个家庭长大的 爸爸妈妈 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 四个字四个字 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祭司的家庭 所以他这个小家庭是在祭司家庭长大的 约翰是一个祭司之子 有点饶舌 祭司之子 所以祭司的家庭 并且他的妈妈是亚伦的后代 有一点特别的协同哦 另外最特别的是 跟我的处境蛮像 我的爸爸妈妈很晚才生出我 那同样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 也是到了很老 老迈 应该是比我的妈妈老迈的多 才喜得子啊 终于老来得子 生出了一个宝贝约翰出来 让我们再看看 当天使某一天 就这样子的来对约翰的爸爸 撒加利亚说话 他说什么呢 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读 你们读这一节就好 后面我来读 请 不错不错 就是我说的不错的意思是 当这个天使来 撒加利亚很惊讶 可是他带来的真的是一个 太美的消息了 原本两口之家 既然在年老的时候 得到上帝的应允 可以生一个孩子 而且有限定哦 一定要叫约翰哦 要叫约翰的这个孩子 并且这个孩子要 让撒加利亚 爸爸感到欢喜快乐 不仅如此 天使继继续说 这我就继续来读给大家听 有许多人因为这个约翰的出世 也必 出生 也必喜乐 约翰在主面前要伟大 淡酒浓酒都不喝 所以这是跟圣经里面记载说 完全献给主的人 拿戏的人 他们是有分别的 他的分别就是他不喝酒 所以淡酒浓酒都不喝 并且从母腹里面 就被圣灵充满了 一直非常特别 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 普通的老来得子宝宝 是一个很有特色 并且他接下来做的事是什么呢 约翰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 归于主他们的神 他必有先知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行在主的面前 所以上礼拜说 修执主的道 预备主的道路 再来 他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叫那些悖逆的人 听从义人的智慧 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为主预备 为主预备 所以从这一段天使 这是约翰都还没到妈妈肚子里面 就是都还没有生出来之前 就已经被预告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 我看到两大重点 第一大重点 他是一个带来喜乐的宝宝 不仅让这个小家庭有喜乐 变三口之家 并且是让许多的人感到喜乐 约翰要做的事 第二件事 不管他像以利亚的心智 不管他做什么 走在主的面前 他都是在为主预备 所以约翰的两大生命特质 第一个带来喜乐 第二个他为主预备 为主预备 那我读到这里啊 就是有一段经文就非常的 这还没到 等一下再跟他讲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看 这个路加福音的故事发展 真的耶 如同天使的预言 当这个约翰的妈妈 怀着约翰的时候 遇到了耶稣的妈妈 玛利亚 所以他们两个妇女 一个碰头的时候 哇 经文写到说 伊丽莎白一听到玛利亚 问安 耶稣的妈妈 里面那个所怀的胎 也就是约翰 就在他的肚里面跳动 那后面的经文说 这个妈妈 约翰的妈妈 也被圣灵充满 然后就发预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约翰 确实如天使预言的那样 确实从母父开始 就跟圣灵有很紧密的连结 或者是他从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就开始表明耶稣了 感应到啦 感应到玛利亚肚子里面 那一个 是耶稣这样 是耶稣基督 那我在这一段读完之后 看完约翰他的 小时候预言 然后他小时候 肚子里的表现 有一段经文 让我觉得有点 稍微卡卡的 就是这一段经文 天使对约翰的爸爸说 你要欢喜快乐 然后因为约翰而欢喜快乐 有许多人因为约翰出生 也必喜乐 那我就回想我副科 这个约翰故事当中 我所认识的约翰 我总觉得啦 大家可以 我们也可以在私底下在讨论 我总觉得 如果真的要分类约翰 是不是一个带来喜乐的baby的话 我觉得好像 不能说是喜乐耶 或者是我顶多只能给他是 他所分享的 或带给别人的是 有苦有甜的风格 而不是纯然喜乐 甜蜜蜜的风格 我们看今天的经文 七到九节 上礼拜也读过 还记得那个 很强烈的发话词吗 许多人来到约翰这边 要受他的洗礼 约翰却对这些人说 毒蛇的种类啊 哇 你应该不会这样跟别人讲话 一开始就 讲说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而且很 蛮凶的哟 我觉得蛮有一个力道在 毒蛇的种类啊 谁叫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然后当悔改 打打打打打这样子 然后后面又第九节讲到说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那个树上了 凡不解好果子的都要被砍下来 扔到火里面 我觉得这一段话 如果这一段话 就是我不认识约翰 然后他讲这一段话 我听见他讲这一段话 我觉得我很难去把它分类 或者是评断 或者是认为他是一个分享喜乐 带来带给别人喜乐的人 或者是说 他的确可能带来喜乐 可是那个过程 他的表达方式 有一点点不敢恭维 这样子 所以他这样子很特别的表达方式 也让在场的那些百姓听众 觉得到底是怎么 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 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呢 他们就在十五节 当约翰讲完这一段话之后 人都心里猜疑 或者约翰是基督 就觉得很困惑 到底 到底就是 到底谁会这样子讲话 会不会他这么特别 他就是那一个传说中的弥赛亚 他就是传说中那一个 要来救我们的人啊 就是大家就觉得很困惑 很困惑这样 这一段经文表达出来 约翰的分享 我来看 我会觉得蛮扎心的 说毒蛇的种类 说斧头已经放在树的旁边 然后说愤怒 说审判 说悔改 这些听起来蛮扎心 蛮刺目 然后蛮让人觉得 有一点乍听 感觉有点 想稍微后退一步 再听听看你怎么说 怎么表达这样子 这让我想到过往啊 我在电线杆上面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种 白纸黑字类的标语 我稍微找到 只能找到这几个图 他可能也会是贴说 耶稣爱你等等 但我找到这几个就比较强烈 首先我们看到天国进了 然后再来这个比较模糊 他是说死后还有审判 又或者是悔改吧 时候不多了 我自己设想啊 如果我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 没有接触过教会 不认识基督教 完全不认识的人 我走在路上 然后我就经过这样的电线杆 看到了这样子的标语 我觉得我的反应 可能会跟刚刚听到约翰 讲那些话的人 会有一点点的类似 会有点困惑 会有点思考 然后想说 怎么讲话有点 有点绝对 有点武断 有点态度有点 好震惊哦 到底 啊 审判 好可怕哦 就是那个感觉会 我觉得对 不管是约翰也好 或者是这样子的标语 我相信也有因为这样的标语 而可能会想要接触信仰的人 但是我也相信说 这样子的表达方式 这种比较直接锐利的表达方式 很可能会造成我们 有一些听到的人 或看到的人 马上筑起一个防备的墙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觉得 但是我感觉 这一套 或者是约翰的那一套 好像在我们当代的表达方式 传讲方式来说 可能会是 走到某一步可以用 某个阶段可以用 就给他单刀直入 但或许不是 我们初次见面就跟人家讲说 死后还要审判 来信耶稣 哇 我觉得这个是 可以这么做啦 但是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也不确定他会毫无防备 还是他会築起这个防备的墙 总之 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方式 确确实实 我觉得会对当代的听众 听起来 不知道你们读起来 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我如果选 最喜欢的圣经经文的话 我应该会选诗篇23篇 叶尔华是我的牧者 我被保护 我安然自在 我不怕死因的幽谷 我可能不会选说 毒蛇的种类啊 谁教你夺避将来的愤怒呢 就是这样的经文 哇 好锐利啊 好直接啊 好像要把人剖开来 剖析你 提醒你 刺你的感觉 但是 但是的确也是刺啦 我们有时候也是需要这样子被刺 这一段经文啊 我们 好 我们再读一次这一段 我觉得 在这整大段经文当中 颇为锐利的一句 三章的 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凡不解 好果子的 喊下来 丢在火里 所以 我们想一下那个时间 时间的距离 在当时 两千多年前 约翰已经这样子跟 听众讲说 现在哦 注意哦 小心哦 不然会怎样哦 然后 距今 两千多年 当我们今天 如果你已经是信主的人 我们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是要更警醒 因为已经 更近了 就是到底是 等一下吗 还是两天后吗 还是一个礼拜吗 现在 那个现在啊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凡不解 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我们那个破镜感 其实应该会更强 就是 审判要来的那一天 那个砍下去的 那一刻要来的那一天 其实 应该是比约翰那时候更近了 因此这一段经文 虽然或许不是最讨喜 但的确也会提醒 已经信主的人 哎 要警醒 哎 要结果子 所以这个是没问题 只是只是 讲到表达方式 或许我们在 这个时代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来创意思考 怎么样 可以让人听了 先愿意听你讲什么 然后你再把重要的信息 重要要讲的事情 分享给对方 我们可以调整这个表达的方式 这是我们从约翰的分享当中 可以学习的事情 那 我们跟当时约翰的听众比啊 我们还有一个 蛮占优势的地方是什么呢 嘿嘿 好 我先停在这里 一个比较占优势的地方是 当时 其实 也不能说占优势 就是当时 是在一个 以犹太教为主的环境 他们已经大概都知道说 有弥赛亚 然后只是 开始去找说这个基督 这个弥赛亚 这个救主到底是谁 所以当他们要去接触基督教 好像是跨一个小小的门槛 我已经有一个大致上对基督信仰认识的基础 摩西五经我也都知道了 这样子的来了解说 到底谁是基督 大概是这样的距离 但是我们今天呢 我们的选择 这算占优势吗 我们的选择多了很多很多 光是台湾多元信仰社会 我们不是一个以基督信仰为底的社会风气 社会的宗教的风气 来去认识基督教 所以今天当我传福音 去跟某一个人说 来认识耶稣 他可能会告诉我说 可是我还认识某某神 某某神 某某神 他可能哼不郎当跟我列了十几二十个 台湾的选择 宗教的处境 或者是我们可以做的信仰选择 其实是很丰富的 但是这丰富也让传福音变得 蛮不容易的 因为我要怎么跟这个人讲说 在九十九个 一千个神当中 来信耶稣最好 那我相信是 克安牧师一直在讲的 用生命的生命故事去见证 不只是用讲用口说而已 这样子的来去传福音 对我们来说 我们算是选择是变多了 但是也变得不太容易 另外一个不太容易是 当时他们就是 都是被罗马政府来统治 虽然说是一大强权 然后外权 然后压迫 然后他们很辛苦 但是总归算是单纯 这样 但是我们台湾的政治处境 哇 也不简单耶 我们可以决定 表达不表达 然后要不要投票 不投票 或者是怎么样的政治参与 参与到我当领长 参与到我当领长 参与到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在这种相对复杂的多的宗教跟政治处境当中 要传福音 我觉得我们是相对有很多的自由意志可以去做 随便我要做什么选择 但同样的 我们背着福音的担子的时候 我们也感觉到那个担子 不容易哦 好像有点重哦 因为我要去跟 这个社会上的人 讲说有一种价值观 跟社会上的不同 这是好的 一起加入 就是这个说服 邀请 或者是 分享的过程 我相信 如果我们有在做传福音的工作 好像可以说容易 好像也可以说不太容易 这是我们目前福音的土壤 就是跟约翰当时的土壤 不太一样 或许比较坚硬一点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自由意志 高举的时候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你越要逼我去信什么 我越不要去做什么 所以我们的这个传福音 或者是说属灵的土壤 跟过去约翰那个时代 讲说悔改吧 已经有一个差距 所以我们到底在这个世代 怎么讲怎么传 很考验我们的智慧 也很考验 我们是不是更多的 把这件事交托在主的当中 不是靠我们自己 很用力很用力很用力的去传 那来到约翰 我们讲第三段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就我刚才一直在跟 把我们跟当时的约翰 听约翰讲到的这些百姓比较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让我们比他幸福的多 比这些听众 听约翰传道的听众 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刚刚有一起看到这一段经文 人都心里猜疑 或者约翰是基督 他们那时候还处在一个 很混乱的环境 很困惑的环境 困惑到我甚至不知道 哪位是真的基督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来到教会 或线上一起收看的朋友 弟兄姐妹 我们所在的基础 已经高出一阶了 高在哪里呢 我们已经知道基督是哪位了 而且我们知道基督是哪位 还不只是口传而已 我们甚至有纸本记载确认 我们甚至有天父所拆派的圣灵 来同证 哇 我们现在一起信的 我们现在一起信的 这一位就是基督 所以如果真要说起来 我们好像又幸福得多 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 然后好像比那一些约翰 听了约翰的道 然后可能要受洗的听众 容易得多 因为我们可以参考的 有圣经 有圣灵 然后有弟兄姐妹 我们有一个安全的群体 可以一起来发挥创意 传福音 分享上帝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 所以这是我们比他们 幸福得多的地方 那么我们既然幸福得多 我们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呢 我没有打在Port Point上面 但是如果大家有上个礼拜的周报 你可以回去翻一下 上礼拜的周报 牧师有讲到很重要三件事 三个提醒 第一个提醒是 我看一下 做一个名副其实 名副其实的基督徒 这是一 第二个 与人分享上帝的恩典 第三个 尽力做本分的事 这三个 这三个没问题嘛 我们就讲说要结果子 那你结果子就是 好好做基督徒 好好地分享上帝的话 上帝的恩典 好好地在你的职场 在你现在做的事情发挥 学生就好好当学生 工作者就好好当工作者 这三个没大问题 的确是结果子 透过这样子来结果子 但是今天的经文 约翰帮助我们 对这三件事情 有一个眼光的调整 这一节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念 在三章的十六节请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 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普配 我觉得我们人 我相信我们人实在是很需要 一再被提醒的 生物一再地被提醒 当我们很用力很用力 很努力很努力地 尽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 尽力地跟别人分享上帝的恩典 也就是传福音 或者是生命影响生命 我们尽力地做好我们本分的事 很容易那个spotlight 会照到我们身上 人家看你会说 哎 没错 你真的这个基督徒 做得很好 真可愛 真真真真打拼 你真心地义 我突然就转台语 你真的很认真的在传福音 大家要向你看齐 你真的是太棒了 那个人的称赞 人的话语 人的那一些注意力 因为我们看不到耶稣啊 所以都会到 在讲的这个人身上 大家OK 目前走到这OK 所以当我们很认真地 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 我们很认真地跟人分享 上帝的恩典 我们很认真地 尽力做本分的事的时候 如果我们忘记了约翰给我们的提醒 就是他也尽心地 对吧 他也尽心地做他本分的事 他帮人家施洗 他也尽力地跟人分享上帝的恩典 传扬上帝的福音 他也尽力地做一个跟随基督的人 甚至他是走在前面 还为主预备道路 他做都做了 但是他很清楚他的定位 他是工人 他不是那一个真的 应该要受注目的人 真的要受注目的是那一个能力 力量 给予者 或者是全部都大过他的那一位 耶稣基督 所以透过十六节的提醒 我们在尽力结果子的时候 教会都说要传福音 要传福音 要传福音 没错 尽力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一直的要记得 有一位能力比我们更大的要来 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 才是我要传 才是我要大家看的那一位 不是看我啊 不是看我努力传 然后俄罗都整我 是那个荣耀归于 给予能力的上帝 对吗 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要讲的是 要尽力结果子 但是记得要谦卑 记得那个能力 不是我们自己 我就技能点满 我就超厉害 我就超棒 是上帝给我才能 给我能力 给我恩赐 我才可以去讲 我才可以去传 我才可以在我的职场 好好地做事啊 所以我要尽力地 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 但不自大 我们要尽力地去跟人分享上帝的恩典 但是不自夸 我们要尽力地去做我们本分的事 你可能在某一个职场 发挥得很好 我们尽力地在那里 做本分的事 你可能会得奖 你可能会得称赞 但是我们却不自吹自捧 好吗 就是为了我们一起学习 今天就带这个功课回去 我们愿意做 我们能做 我们也要做 但是我们要谦卑地做 再回到那个喜乐宝宝的部分啊 十七节这边 另外一个让人感到很 会有点抖一下 或者是很锐利的画面 前面是斧头 就是不用的树被砍掉 丢在火里 这边也相仿 就是他都是用火的比喻 审判的火 这边的火啊 就是可以用的 有价值的卖 留起来 没事 没有价值的那些 糠坑 就是要被丢到火里面 而且是不灭的火 就是狂烧 烧光光的火 烧到尽为止 就是这个乍看 我真的觉得 哇 是很 蛮让人感到 会吓一跳的画面 我在比较 在几年之前啊 当我坚信礼之后啊 坚信礼 十多年前 坚信礼之后 我在这件事上 遇到了一个难关 这个难关是 当我看到圣经当中 三章九节 或者是这个三章十七节 这一种审判的比喻 我总是有点担心 我是不是那一个 不结果子的树 我是不是那一个 没用的康 要被筛掉 要被砍掉 然后我就在一个 我服饰 感觉 我好像才服饰 85分 我会不会被砍掉 我应该要更努力 更努力 更努力 哇 这样子服饰 你们觉得会快乐吗 应该 应该也是会快乐啦 可是其实是蛮有压力的 但是当 继续的在认识主 或者是继续的在认识 这个信仰的时候 我发现一件事情 跟大家分享 就藏在这个三章十七节当中 有看到倒数第二句话吗 可以 大家可以帮我念 倒数第二句话那一行就好吗 好 好可以可以 这样就可以 把麦子收在窗里 当我一直想 我到底是不是康 我是不是 坏坏不结果子的 树的时候 我不快乐 我虽然服饰 我也很努力 我也很尽忠 可是我不快乐 我不喜乐 但是当我 把焦点 看在 麦子收在窗里的时候 我真想成为麦子啊 我真想得着上帝而来 那个平安啊 我真想要有风来的时候 有仓库的墙壁帮我挡 有雨林的时候 有那个屋檐也帮我挡 有坏人要来把我偷走 来攻击我的时候 有主人或者是主人派的动物 或主人派的仆人 在仓库门口雇 这个不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信主 或我们告诉别人 你要来信耶稣 最重要的那个原因吗 因为我们渴慕 以马内利 神同在的平安 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个审判的火 好可怕 好可怕当中 有上帝的救恩 与敬畏 祂的人同在 所以我盼望 如果你曾经也有 跟我之前类似的感受 就是看到审判 就浑身不自在 然后觉得我现在 就是一个很烂的基督徒 做得都不太好 很不讨喜 然后上帝可能会把我砍掉 会把我扔进不灭的 审判火里的话 请你再次的注目 成为那个麦子吧 我们就专心的 渴慕 或专心的 做一个 禀辅其实的基督徒 专心的与人分享 上帝的恩典 专心的把你本分的事情 做好 你专心做麦子的时候 你大概就不是抽坑了啦 你大概也不会被丢掉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 审判跟救恩当中 让我们紧抓着这个救恩 上帝拯救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喜乐的服事下去 好吗 好 最后 要跟大家在结果 结果子 这边结束 刚刚讲结局 结局确实有审判 确实我们要 警醒 做工 因为现在 斧子已经放在树 树上了 但是 这个审判 中 有救恩 我们是不是那一群 渴望被上帝拯救 或已然被上帝收进仓库的那一群 安全的麦子呢 约翰啊 他前面我们看七到九节嘛 后面又看这一段 十六十七节 他讲好多 然后有一些话就蛮锐利的嘛 刚才前面讲过 有一些不错的话也是有讲啦 你们要用那个悔改的心来相称 要悔改用好话来说 但十八节 继续的描述约翰 跟百姓的互动 不只前面讲了七到十七节 十八节说 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 劝百姓 向他们传福音 哇 我看到这 我不禁佩服起约翰 好话坏话 更多的话 努力的讲 不停的讲 讲到 百姓 你真的要来啦 真的要来信啦 我觉得约翰好努力喔 传福音很努力不屑 那我们来到了 接近圣诞节 下下礼拜 而且难得 二十五号是礼拜天 很特别 圣诞节也是被教会誉为 最适合传福音 可以说最适合传福音的 节日 节起 我们在这个 靠近圣诞节的当中 我也看见教会的人很努力不屑啊 小朋友排小朋友的戏 大人排大人的这一些表演 活动预备行政等等宣传 我们也很努力不屑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在这个 就是要结果 我们要结果子嘛 我们希望这个圣诞节 哇 就是许多人都来 认识主耶稣基督 我们也要有点预备吧 就像我们一场特会 我们不可能邀人来参加 然后完全没有人 后续陪伴他们 跟他们留资料 或跟他们聊聊天 那样子我们干嘛要办这个会呢 他们就只是来听一听 好听的演讲就离开了 我们要有预备 去做这个收入仓的动作 我们才做这些 传福音结果子的种种努力 才有意义嘛 所以 在代降节 就是我们快要到圣诞节 这一段期间啊 我觉得有两件事情 我们可以来一起来思考 第一件 我们仍然的会复刻 耶稣降生的故事 还是那个故事 只是我们今年有 不同的创意 再次的复刻 再次让这个故事 跟我们有关 第二件事 这个代降啊 不仅是 耶稣降生 同时 代降 也有一个意涵是 我们要预备主再来 带 带他再次降临 再来 所以如果 代降 预备 耶稣降生 这个是复刻 耶稣诞生的故事 那这一边呢 盼望我们 预备自己 我们的生命 要得着更新 生命怎么得着更新 我们去看那个 剪枝啊 有一些人在种 我那天看人家 种可可树 他要怎么剪枝呢 他要把那些 比较没有 被太阳照到的枝子 因为会吸走营养 他要把它剪掉 让那些 已经照到太阳的部分 可以继续的 长得更茂密 你长得更茂密 不就更有机会结果 你的枝干 更加的强壮 因为 去无存经 更加的成壮 你结出的果实 更累累 更结实累累 所以 我们怎么预备 生命更新 容许我们的生命 被剪枝 这个意味着 我们要接受管教 意味着 我们要愿意 开放自己 被指教 可以这么说 所以有些人或许 你不要对我指指点点 不要在那边 跟我讲什么什么 反正我就已经 很努力传福音了嘛 让我们可以谦卑一点 愿意 这是一个团队工作好吗 我们在教会 这个大团队里面 我们愿意彼此 带有智慧的 彼此指教 接受我们的生命 被修剪 不要说剪掉 接受我们的生命 被修剪 愿我们在这个代降节 做这两件事 想一想耶稣降生的故事 并且开放我们的生命 愿意被更新 被剪支 那 嘿 最后 终于最后最后最后了 真的是最后 当我看着约翰 看着他的家庭 他是一个祭司家庭 我们在建筑物里面 可能要过倒数第二个圣诞节 在这一栋白色的建筑物里面 约翰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出生在祭司家庭的他 应该也要在建筑物里面 过他的某个节期 或者是过他的信仰生活 然而我们就看到他 在旷野 穿特别 特别的毛皮衣服 喝 吃那个蜜 这样子来过活 约翰 我们可以说他是不是情愿的 被带到旷野去 因为他原本可以在建筑物里面 好好的 他原本可以在圣殿里面 好好的 我们可以说他是被一个 高过他 大过他的力量 带去了旷野 而那个旷野 就是 我如果不待在那旷野 我就不会遇到这一群 我要分享的人 我就不会发挥我所有的能力 像以利亚的心智 然后预备主的道路 讲这一些悔改的道 在河边帮这些人施行洗礼 如果没有去到上帝要他去的地方 他的生命最大值 没有办法被发挥出来 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也在现在开始思考 我相信中立教会已经是个旷野 怎么说是个旷野 我们每个人生命会有一个落脚 落脚的地方 在那里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才能 能力 恩赐 智慧 创意 尽忠地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 结果子 与人分享上帝的恩典 那到底是哪一个事工团队呢 还是哪一个位置呢 还是长职呢 还是去到神学院接受装备呢 还是我要在职场兴起开启一个 每比是RPG小组 每比是一个读书会 做一些福音预备的工作呢 我不知道 上帝知道 上帝知道你的位置 知道你 该带你去哪个属于你的旷野 让你在那边可以发挥你的生命最大值 发挥你的才能 智慧 能力 创意 圣灵与你同在的那一种能力 做该做的事情 讲该讲的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旷野在哪里 因为我们也在即将没有这个建筑物几年的期间 我们知道在旷野漂流期间 我们的心要定下来 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线上 在哪人的家里 在哪一个地方 在我们的职场 可以继续的做该做的事情 讲该讲的话 就三件事情 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 分享上帝的恩典 尽力的做本分的事情 在我们的旷野 在我们该去的地方 落脚在那里 继续的做事 在还没有看到结局之前 或者是在我们的生命遇到 暂时的结局之前 尽力的结果子 结果与结局啊 结局之前 愿我们好好的一起结果 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主耶稣 爪约翰真的是一个好特别的人 讲话也是好特别 我们从他当中看见 可以学习 受到提醒 也需要再次反思我们自己生命的地方 爪愿你 教导我们 继续的经历你 或者是还不太认识你的人 可以真实的来经历你 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的生命不是白白的流逝 这一些岁月年华 而是真的到了一个 我们好被需要 我们也真应该在那的地方 讲该讲的 做该做的 说该说的 分享该分享的 爱该爱的 主要愿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让我们可以 结果子 在你的面前 尽忠地来服侍 认识 爱你 谢谢主 我们向你献上仰望祷告 都是放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Amen 吝点赞 订阅 吝点赞 订阅 吝点赞 订阅